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我们《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录的时间是2020年的12月29号 首先这里有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澳洲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还有我嘉振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除了去我们大台《芒向编辑部》 还可以去我们《二台正香煲》和《三台浪冷气》那里 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这个《齐抗疫评定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好了,这一节就想说一下加拿多伦多我们这边的事 华舍的事就是 原来我们说明在这个博星期 今年2020年的博星期 叫节礼日,有些人叫拆礼物日 各有各讲的 这样就开始全省封城 街道又静音音 大摩商场就关门了 那些在街上的店铺才开的情况 在博星期那一天 华人商场那里有一个很出名的 在这个斯加堡和这个马琴区交界 就是叫做太古港场 就两层高 原本呢,他另外还有一个港场 两个都是室内的 就是叫城市港场,但是拆了 就准备建一个超级大商场 就好似温哥话的阿巴丁中心 就等于像太古城那样 那样级数的商场 在香港的太古港场 就是都建了20年了 在他那个地方 在两条大街口中间的地方 竟然那天零下十度 就落大雪 那些人都很少出街 竟然突然间有几个人 就弹了出来 在做什么呢? 就高举一个 黑衣、黑褲、黑皮鞋 黑衣、黑褲、黑皮鞋 不知道有没有黑私物 那当然没有了,我说一下而已 就举行一个叫和理 一帮人呢 就竟然就在高举 光伏香港 大家去到商场 有个水牌 把那个牌那里 就弄了个光伏香港广场 叫他做 那其实就不是的 就是不要吓一跳 总之在路口交界 弄个大牌 我们就是光伏、光时 我们很喜欢香港 那些东西都放出来 哈哈哈哈 后面还要在那里撑散 做这只黑旗 那八个字 光时字 竟然还要加上龙斯旗 加拿大旗 台湾旗 那整班人又站在那里 那我这样就在那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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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无据亲中人士的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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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巾那些刮两下,大家会知道什么了 声援香港,挥舞其次,赖起横厄 期间有很多架可疑车辗沙洗经过 怀疑是亲中人士鬼鬼祟祟拍摄 看看你们这帮傻子在做什么 有人拍你的照片就说亲中人士鬼鬼祟祟拍摄 这是沙昂,不准支持你的人拍你的 真的拍下都不行 拍下都不行,那你不要放旗币出来让人看啊 沙昂 他们在Kennedy Road那边 其实他们现在站在Kennedy 那个位置就是Kennedy Road 因为他那边就是TD银行 他在那边 我看到很奇怪 在Kennedy和Steel的角落放 那个位置呢 其实就是法轮功一直在那边摆位 摆了十几年 凤春夏天 凤春夏天 法轮功的人就会站在那边 法轮大发好 摆在那边就站两三个小时 不过可能凤春夏天 人家冬天不会去的 就留下零下十度的位置给你去 最傻人去 他会慶祝圣诞吗 他不是只有一个神 就是李生的吗 李生是 因为我记得他那个位置对面 有一家东西叫感受中华 其实是烂尾商场 我没有记错 是烂尾 他背后有个故事 他原底就是一个大的商场 叫Kennedy and Thai 十几十年前 开档东西叫感受中华 入到去真的很感受 就没人去的 真的很惨 可能现在好些 我十年没进去 因为知道他煤 后来他就出现了件事 就是开第二期 谁知道他开了第二期之后 就大烂尾 就很惨的 搞到商户 买了里面的人 每个人都跳了脚 现在没那件事 但第一期仍然在 那为什么那些人会买呢 因为那个位置旁边 是有一个叫做火车站 怎么知道烂尾就没办法 那我们说回正题 那些人就在那里 他们拉起横额 竟然其中一个横额拍得很兴奋 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做这个横额 是被人笑的 何解呢 那横额就写着 我们真是很X X那个字 他自己是写了那个字 L L 我们真是很L 喜欢香港的 这样说 我们真是很L爱香港的 这样说 有没有搞错 不是应该让西人看 为什么要写中文呢 他只是给自己看 不是给西人看 他只是给自己人看 中英文都是这样看 他们很奇怪 这班人 动起之旗 然后站着两个小时 打个卡 自己做了事 就是这边的黄人手足 所做的这些事 原来看回那幅图 那个马克勤的牌 都很旧 没什么装修过 我上次来已经很费 是呀 那个位置要拆的了 他那个位置 他那个位置 其实是打算拆掉 他 以后就变成一个回通港场 那去年呢 去年年头就拆掉了 起码要起回五六七年 那现在Covid-19来到了 那当然不起了 在那里放弃了 但他现在改了名叫光复香港广场 是啊 是啊 他打算整个光复香港广场 我就被他吹脏了 什么光复香港广场 你整件事是很奇怪 有点 其实香港呢 其实这里有一批人 就经常都是搞这样的 看下去是很搞笑 很闷是不是 就是加拿大生活都是 没什么好做 因为封城没东西做 哦 封城没东西做 大佬 不就站下咯 我们真的很喜欢香港 我看见我 我真的是扯火 为什么会说扯火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你们搞这些事情不是问题 是有问题的 这个是你的自由 但是你不用把粗口字写上去 是你很影衰你自己 和香港人 就是我没见过人家政治 这些政治宣传 他写的口口字上去 嗯 嗯 是啊 那摆了 那摆了些 旗 那摆了两个小时 那跟法轮功差不多 法轮功是夏天摆的 那他们就冬天摆了 冬天也摆了 冬天也摆了 吃灰番薯 在这个坎培拉总领馆对面 经常吃灰番薯 是 是 法轮功是在温哥华的中国领事馆前面 摆了摆了十几十年 嗯 那他们这班人 是的 那个牌都是烂了 那他们就这样做出来 这班是什么 还有黄山 是吗 还有黄山 就是 其实在当初上年夏天 721之后呢 就已经有大约 七八十人 就在另一个广场 那条街道跑来跑去 就是又是挂了这些环額 他们的动员力都很快 Blingberg就弄了个环額 在那里抗议 那在那条街那里走来走去 那那时候 二零度 那他们就在那里打烂天使 是否郑敬基搞的 上次那里 那时候郑敬基 是在这一个香港的 就不是郑敬基搞 不过是有一批人 一直都是做这些东西的 不过以前是没什么人理他 就是 是没什么人理他 好像不过现在这一轮呢 就是因为 讲衰点 因为有这个运动 他们所谓 黑暴 我会说黑暴 2019年的事件 就借着那些黄人店打起个势 那间黄店事件 傻呦呦呦呦打起个势 很明显的 主要是什么鬼 是港加联那些人 一直都有一个支联会 很明显现在是慢慢合流 那还有支联会的 加拿大 有啊有啊 在温哥说 有一个很大分布的支联会 在温哥说 哦 李卓人都在那里 在那里 嗯 嗯 芒果佬舔得多些 什么芒果佬舔得多些 芒果佬舔得多些 芒果佬舔得最多的 哈哈 芒果佬要说回 芒果佬哪里 是黄毓民先生 他其实在加拿大 美国都是收很多捐款的 嗯 是 他有很多粉丝在加拿大和美国 每次黎琛都放了十几二十 这个真是他本事 放了十几二十 芒果佬是本事的 你都要承认他 好像摆大寿那样摆 是啊 很本事的 就是这一件事 他的籌款能力是很厉害的 是啊 他还收了钱之后 是没有人敢指责他收钱的 是以前社企都说过 他就这样把钱袋到衣袋里 是啊 这个我亲眼见过 是没有人敢指责他的 也都没有人会抽他出来说的 嗯 不敢啊 那些人 但是有件事很奇怪 他们举起有一条很长的环额 就有很多个快必的公仔头 难道是快必Defense来的 这班人 不奇怪的 这里有些深黄有什么人都有的嘛 嗯 那个我就是看不出 你觉得是快必 哦 这个是快必的公仔头 我真的认不到了 真的 那 那 就是 这里不少黄人 嗯 我相信他是黄人其中一支分支 嗯 那 其实都是山头临纳的了 据我所知 有批人就是撑啊 黄毓曼有批人就撑热血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批人力那些人 那些人 就是间中做一下东西 他冻成这样子 站在那儿 看样子就来天黑那时就散水了 如果就这样看照片 你都知道 看到那条街是没有人的 为什么 因为封城 没有人出街嘛 嗯 其实是 其实不过是出来打卡 拍张照片 告诉你 你听说我们还在那儿 想树枝旗 看看能不能吸引到有些人 跟他们 呱呱呱 是看这个政府不顺眼 但是见到这些人越搞越劲 尤其是我有个朋友 开头说 哎呱呱 政府正壞人 那些怎么办啊 后来他见到那些照片 哇你打烂了整个香港 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玩完玩啊 就开始喘世骂 就是很明显是 喂你不要用到这些暴力 不要做这些东西 当然我认识到有些人又转转说 喂你想一下 他们都要顾一下他们的什么 多惨啊 喂 多惨 当然有部分是死咬不肯的 我身边很多 但是有很多有经济实力 上了年纪啊 那些的心都是说 唉 没有眼看这帮人 成事不足 败事有缘 嗯 就是这样 但是很奇怪 郑敬基 应该是挺枝奇 因为郑敬基不是什么都参加的吗 现在 可能他自己想立志旗 不帮这帮人宣传 我想 不想赶食啊 应该这么说 可能这帮人 有没有通知郑敬基 是似的 他只不过突然弹出来 站两个钟而已 嗯 这帮人是自己弹出来 站两个钟 仅此而已 是没有其他东西 是好奇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是 奇怪咯 是啊 其实郑敬基是很支持那些手足的 什么他都说 哎 我们一撑到底 好像又没有 因为看到郑敬基 那自己又说 我要开个台 那又要 当然啦 有Payme 和PayPal 都有的 可能怕欠食 我想 这帮人搞呢 我就这样看他 他只是一个Facebook page 做事 基本上没有其他东西 做 嗯 除了Facebook page 就是没有了 嗯 那当然啦 他们的followers是多的 那 那 是一个反 反 就是 是一个痴黄人的page 嗯 深黄 深黄 page 嗯 和你什么和你蜜的page 主要呢 都是分享些 台湾自由时报啊 那些这样的东西 嗯 但是他们没有说要收钱的 但是他们没有说要收钱的 就是有一个Facebook page 嗯 就 又 又未起台又未成功 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嗯 不过都有万多人 那 都这么一段时间就站出来咯 很多人说想 下次继续在一起咯 很多人说哭啊 很多人都说很感动啊 是的 很明显因为黑暴这个事件 令到很多想搞这些东西 很多人来了这些东西 然后想搞些东西 就是受到他们打国际线宣传 就是 好 嗯 我相信没多久 他们就会搞一些东西去分裂画社 因为上次他们在温哥华选举那时候 他们已经做了一个web site 说这个人啊 我们要质问他们 哪一个是亲中 哪一个不亲中 哪一个不亲中的 的立场 的立场 是很新的 就是华社一向都是很和平 和平很团结的 你们这些人是在搞乱海外华人 是的 就是海外华社的最大目的就是 想办法令到我们在这里安居乐业 没错 作为桥梁 促成家中的桥梁 已达到和平 而不是自己在那里互斗 甚至说找个人去制裁 怎么样怎么样 是的 制裁谁都不想的 其实没有这些 没有那么过分的 其实 就是你之前最多都是说一下 一件事就是香港要争取民主 那香港争取民主不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 就是你支持政改方案 都是争取民主的一个做法 不错 你反对都是 民主建港而已 有什么问题 民主建港 OK的 好事 是的 本来都是支持这些东西 但是这次呢 你看到香港现在有一帮人 就是要把这件事推到去 说是争取独立 那些东西就不适合了 是的 其实我们海外华人 本来长期在海外住的 没有人会说要支持港独的 是的 是的 我们大家都在这里的华侨 是这么多 你支持港独之后 你就是说 你不支持我们的人 你就是我们的敌人 然后就分裂他 你会骂我干什么 我不支持你 为什么你要骂我 一定会支持你的 还有很多说那些什么独立的人 在大众的华其当中 都觉得你是异类 是不是傻的 这些人 基本上是异类 就是 全面子的情况是异类 但是他们会有很多新血 但是他们会有很多新血 还有现在有一帮人 为什么他说 坐在这里很久的人 会支持香港独立呢 我告诉大家 其实就是为了做生意 因为现在新来那帮人 有很多都是支持香港独立的 是呀 新来那帮人是好独立的 新来那帮人是好独立的 是 那他为了要 就是你得到 就是新来那些人的认同 比如他做生意 和卖 卖东西 那他就照说 你来买东西就买东西 你来假 job offer 我又掠你一筆 总之 其实说到底是为钱的 嗯 是 我认识在这里 是啊 我看到有人都 就是在他们的黄人网站 哎呀 我过来去建工啊 就是去某个加拿大的那些 regional area 我去建工 他居然问我 拿三十几万加币 他说什么 你以为我真的给了一个 job offer 给你的吗 假 job offer 来的嘛 哇 三十几万加币也挺多 八十几万 三十几万加币 没可能 不是不是 三十几万会退回给他的 他最初拿了三十几万 接着呢 先放在那个雇主那里 接着呢 他出粮的时候 就慢慢退回给你 做法是这样的 从来都是这样的 是 他慢慢退回给你 接着呢 到最后呢 他大概收那个手续费呢 就是十万元左右 这样的 加币是吗 是 十万元加币 他收手续费就是十万元加币 其他那些 他会退回给你 那你自己呢 在税局那里都会有条数交了税的 哦 那有流水账是什么意思 是 要做流水账 因为你要移民的话 譬如有job offer 你要真正拿到条数出来 给税局看的嘛 据我所知 有些人就是 买人类似franchise 开一间店铺 澳洲不行的 就是这里会有类似的操作 其实加拿大现在都不行 其实加拿大现在都不行 做franchise是不可以移民的 是 据我所知 但是他可以说 你入股那间公司嘛 那些是投资移民 就不是职业专业移民 是 如果职业专业移民 当然是你那种 那现在会有 是的 而现在的情况 可以预见是会怎么样 因为之前已经有一年 我们说过了 万感市的市长被人围攻 说他为什么要扯中国国旗 唱中国国歌 他是会不停地围攻他 这帮人 并且应该会说 因为这里其实有很多的议员 你说谈生意 省长带人去中国谈生意 市长带人去中国谈生意 那这些议员都要去做 谈生意满水 壮大的经济力一定是这样做的 然后他们就走出来 他们说你们通话通共 那些愚蠢的事情一定会做 一定是会有人做 我可以预言 那当然可能会 不过大部分的人 就是等于对着法轮功 噢 是的 他新来那帮人是这样做的 是会瘋的 是会瘋的 而且有一帮老移民 是为了掠这帮人的水 就会说同一样的 其实郑敬基有些人说 他也是这种人 因为他19年才说 才是高举这个 所谓的 说到其次 我们在新西南也认识一个老移民 又是和老许同姓 又是姓许 他颠到做什么呢 颠到在他自己的车里 贴着香港独立的 他也是欺骗新来的人 他也是欺骗新来的人 我又不可以这么说 我不可以一概而论 我是认识的 有些老人家 是过来 我三九不认识和他吃饭 他突然间说共产党如何如何 我整餐饭都在这吃 去饭那些东西 我是打过得的 不过 如果你说郑敬基 其实他是回香港之前 2000年左右 已经是身亡 哦 他已经是身亡 但是没有那么明显 没有说要整个台 没有说要帮忙 他是做过十多年前 做过同类的东西 不过是在这里失败了 在这里失败了 因为这里的主流是大财团 大财团是不会做这些 有一个是TVB有关的 有一个是星岛日报的 哪会跟你瘋 哪里会跟你瘋 其实这个风潮 我觉得会影响香港这波风潮 会影响三五年 之后慢慢慢慢沉寂 你觉得会十年八年 其实很看中美的关系 是的 就是要看中美关系 但是 我不会说他会完全灭绝 但是会慢慢慢慢慢慢 那些人记住 哦哦哦 我个人就觉得 现在还是一个上升的趋势上面 会越来越严重 我反而觉得是 会越来越严重 我意思是会越来越严重 但是过了那个高峰 比如说可能下年是高峰了 一两年后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不是 你在香港就没什么搞的了 但是呢 他们那些人 就离开了 离开了香港之后呢 他们就会又想搞一下东西 那香港那个问题呢 就不是在香港的 就是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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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国际线 是的 看一下他们有没有人 可以领导到整条国际线 没有 那没有啦 他们不会的 但是 有很多个体户这样的形式 他们不喜欢 更容易做到成行成市 是 城街都是国际线 我觉得到最后呢 他们会群人出来 就会去选业 他们不喜欢有大台的 他们会去选业 不关事 他们不会喜欢大台的 他们这些人 他们那个性格 你要了解一下 尤其是这班人 就是他们第一 为了钱是什么都肯做的 第二 他们其实是没有 就是我觉得了 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 政治上的理论的认知的 他不理的 总之就是要独立 独立之后是怎么样 他不理的 总之就是要独立 独立不过是一个口号 拿着素才是真实 我是这么看的 是 就是生活 生活是会折磨他 在这里的生活 现在就满腔熱血 你可能会每个星期寄出来 哈哈哈哈 就是我的看法 这节到这里为止 好 下集再见 拜拜 好拜拜